大家好,这里是GF科技视角 好久没有拿手机给大家录了 前段时间我一直都是用电脑加上摄像头 然后背后可以投一些图片 或者是一些具体新闻的内容给大家看 今天打算换个模式 用手机的方式重新录一下 跟大家聊一聊,换换感觉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就是苹果支付有关的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大家知道 苹果一直是在因为支付也好 APP Store也好被反垄断机构在调查 包括欧盟,包括美国 那当然韩国呀 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都针对苹果的这个垄断行为 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吧 或者说一些甚至是开出罚单 那么上个星期五呢 有些重大的变化 就是苹果正式发布通告 说在欧盟范围内 把自己iPhone手机上头的NFC功能 向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开放 好,这个什么含义呢 我仔细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NFC是一种进场通讯的协议 全称叫做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那么大家最常用的 比如说像信用卡 拿到这个刷卡机那 Tap一下,低一下 就支付了 或者是比如说 你在坐地铁坐公交车的时候 卡那么低一下 完成的这个支付功能 通常就是以这个NFC的这种标准 进行数据交换完成的支付 那么手机能不能完成相应的NFC通讯呢 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NFC本身就是国际的标准 技术也并不复杂 所以呢 我们在手机上都是可以通过NFC 这么低了一下 就完成这个数据交换的 那么在苹果手机上 我能不能通过NFC完成支付呢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像我们大家使用的这个苹果的Apple Pay 实际上就是通过NFC的方式进行这个支付的 但是注意啊 因为苹果手机本身苹果是垄断的 对吧 所以呢 它在这个基础上呢 做了相应的限制 你如果是通过NFC的方式完成移动支付的话 你必须要走Apple Pay 哪怕你自己是你的应用能够调用NFC的功能 你可以去完成其他的业务操作方式 但是不可以进行支付操作 换句话说 你在苹果手机上 你的一个应用可以调用NFC的功能去完成 比如说开门 对吧 你的公司 假设你有一个应用 通过这个NFC 低一下 你就可以打开门禁系统 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把支付功能加进去 那么苹果就会做相应的限制 所以呢 这个限制完全是商商务方面的 跟技术没有关系 那么 以前所有的这些 包括金融机构一些也好 包括一些结算机构也好 它再怎么能够通过苹果手机完成支付呢 就只有Apple Pay 那包括你的信用卡 你也必须要先绑到Apple Pay上 然后通过Apple Pay完成支付 所以这个是赤裸裸的 毫无疑问的 这个垄断行为 那么这次欧盟要求苹果开放的呢 就是 或者说苹果同意开放的呢 就是第三方支付 支付厂商可以通过NFC的功能 完成支付了 那换句话说 假设哈 这个某一个银行 比如说这个 德国银行 它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应用 加上NFC的功能 绑定自己的这个信用卡 然后通过自己的应用 在自己的Post机上 或者是合作伙伴的Post机上完成支付 那么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首先 对于苹果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那么我们知道苹果的生态系统是非常封闭的 我们传统把它叫做这个所谓的围墙花园 就是带围墙的一个花园 花园里头很漂亮 但是呢会被围墙框着 所有围墙内部的这些管理措施 都是由围墙所拥有的这个业主 他来定的 那么在这种围墙花园的情况下呢 苹果其实做了很多很多这种独家性的限制 包括支付必须走Apple Pay 包括它的App Store 就是它的应用下载 必须要走它自己的这个App Store等等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都为苹果去攫取更加丰厚的服务利润 创造了条件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呢 就像我前面讲了 被各个国家的这个反统团机构都在打击 好了 这次欧盟在强大的压力下 苹果点头同意把自己的这个NFC支付功能 向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开放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苹果在自己的这个花园围墙上 打出第一个洞 那么未来这个洞只会越来越大 苹果在各个方面 包括支付 包括应用下载 包括相关的权限管理等等方面 它想去像以前一样去封闭自己的这种生态系统 希望通过独占式的方式获取超额的这种服务利润的 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那么需要强调的是 首先这次这个苹果点头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不光是在欧盟范围内还可以跨出欧盟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这个应用 你的第三方支付的这个应用拿到欧盟范围之外 同样也可以完成这个支付的功能 所以呢 虽然这个口子只是在欧盟范围内开了 但实际上它的应用范围是全球的 那么最近另外一个有关苹果支付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案子呢 就是这个著名的游戏厂商Fortnite 就是这个 我想不进来中文名 这个 它呢在跟苹果在打官司的时候呢 牵扯到所有游戏的这个支付 是不是一定要走苹果APP Store 自己的这个支付功能 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厂商实际上在自己的这个整个游戏里头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变现收费的手段 包括一些装备啦 包括一些premiere的服务啦 包括其他的就所谓的提供给客金用户的客金的这个手段嘛 对吧 它可以这个money player可以去虐杀那些免费的用户 这个是游戏行业的一个惯例啦 也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挣钱方式 那么以前手游在完成这个支付的过程中间 如果你的这个手游是从APP Store上 尤其是从苹果的APP Store上下载的 那么你购买所有的虚拟设备和相关的服务 比如说包括一些premiere的订阅 你就必须要走苹果的支付 然后呢被苹果拿走30%的苹果税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蛮蛮厉害的 而且由于游戏本身就是整个这个APP Store这个服务领域里头收费最大的一个应该说这个虚拟服务的类型 所以游戏厂商一直在和苹果就这个问题扯来扯去 一直到这个开始打官司 那么这次呢美国的最高法院驳回了苹果的申请 说这个苹果你必须要向这个游戏厂商开放这个外部支付的渠道 就以前你只能走这个APP 走这个苹果APP Store的这个支付购买功能 那么你现在你必须要允许游戏厂商通过 比如说自己的网站啦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支付方式完成游戏内部一些虚拟服务 或者是虚拟这个设备的这种购买需求 那么苹果为了反抗这个法院的裁决 他要求好 你我可以支持你从外部去购买 但是你要额外交27%的这个相当于这个附加的费用 那这个这个这个金额和原来苹果30%的苹果税 几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最终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我相信后面有关的这个官司还会继续打下去 一直这个要 要把这个 把美国相关的监管部门一起拉进来 因为美国的监管部门现在也在调查 苹果除了这个支付之外的 这个包括APP Store的这个垄断行为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垄断 所以呢 最终这个官司打下去会成什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很难讲 但是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 苹果真的不太乐观 因为苹果的确它在整个IOS的这个生态系统里头 实在是太独了 调查它的不光是美国 不光是欧盟 还包括这个印度和其他的一些比较大的经济体的监管部门 那么目前有关APP Store的这个开放方面 苹果基本上已经应该说松了口风了 同意欧盟范围内能够让这些APP Store的这个安装不仅仅依赖于苹果的APP Store 可能未来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下载使用 但是具体什么方式现在大家实际上还没有最后谈定 所以苹果也还没有正式宣布 跟我刚前面讲到的上个星期五宣布的这个有关NFC第三方支持的那个还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整个overall看下来的话 苹果的整个的这个围长花园的模式肯定会进一步瓦解放松 然后乃至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对于苹果的这个盈利能力的打击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苹果的这个所谓苹果税也好 Google的这个谷歌税也好 实际上都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不能说非常不合理吧 起码是相对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或者说服务成本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税 实际上就是你普遍服务的过程中间 你必须要交纳的一个这个交易成本 通常什么机构能够收税 通常只有政府能够收税 而且税往往是汉漏保收的 就是它按照你的交易额去收取一个固定额度的费用 那么对于政府来说 它收税呢往往是比较简便的 因为我不需要考虑你的盈利情况 我也不需要考虑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起起伏伏 我就按照固定的这个交交易额去收相应的这个交易费用 那么同时提供普遍的这种服务的功能 这个是政府收税的一个基本的模式 那么好了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如果说有一个机构能够像政府一样提供普遍的服务 同时汉漏保收去收取相应的这个 类似于像这个税收一样的这个费用 那么对于这个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非常非常舒服的 因为它根本不用操心这个整个行业大势的变化 它就收固定比例的费用就好了 那么就像苹果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下 如果我们继续让苹果收下去 那就意味着以苹果为主体的这个移动设备 要平白无故的去承担高达30%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服务的成本 而这个数字服务的成本是会无差别的加入到所有的数字服务厂商的头上的 这个是相当厉害的一个比例和相当恐怖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是苹果税的原因 它就是税 你只要在这个iOS平台上享受了这个服务 你就必须要交如此比例的税 甚至说你跳出苹果的这个iOS平台 你还要交 为什么就像游戏一样 我游戏在苹果手机上下载了 那么同时我可能同一个账号 我还会在这个PC上去用 或者是我在这个比如说Xbox上去用 那么我在这个游戏里头 我买了一个虚拟的装装备 那我当然是跨平台都应该可以用 好了 你现在要求我 只要是我这个应用是曾经通过iOS下载到我的手机上 那么里头的相应的虚拟设备 我就一定要通过你的这个App Store去购买 向你交纳30%的苹果税 然后才能用到我的手机上 再用到我的Xbox上 用到我的PC机上 那不就相当于你苹果通过自己的一个单一的平台 去控制跨平台所有相关这个游戏的数字化服务 这显然是不make sense的 对不对 人家当然可以通过其他平台来购买这个虚拟服务 然后在你这个平台上去使用 那么实际上之前很多游戏厂商做出的一个workaround的方法 就是干脆做平台的区隔 iOS的你就是一套这个游戏的系统 你的这个Android就是一套游戏系统 PC又是一套游戏系统 跨平台之间不能对战 那么看起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这种重度用户 尤其是跨平台使用的用户来说 你不能对战对于我本身的这种游戏体验 就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对吧 我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游戏 我可能并不是这种快速完成对战的 可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战略性的游戏 我可能要一下打半个月 一个月我经常在不同设备之间切换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最终这个苹果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 想通过类似于税收的方式去锁定所有的和它相关的数字服务 都获得相应的这个收入 一定最终会被监管部门挑出问题 然后把这个模式整个推翻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大的趋势 不管是苹果的APP Store也好 苹果的这个Apple Pay也好 那么未来想独占垄断iOS平台 几乎都不太可能了 整个大事大的趋势决定 这个这个是不可能被监管部门接受的 也不会被整个互联网行业会这个默认这么支持下去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 未来整个苹果的这个收入模式 包括它未来的整个估值 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以后找时间 我会再给大家详细的去分析 比如说从这个PE的角度来看 苹果它的这个PE是如何变化的 然后从原来的一个纯粹的这个设备制造商 然后转变成为服务提供商 以及相应的这个PE的变化的影响 好 今天有关这个苹果Apple Pay的这个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有时间再聊 好吧 这个看到这里的 非常感谢大家 那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评论 点赞或者是转发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 拜拜